美国总统拜登周一强调 美国将继续维护自身价值观和利益 白宫官员透露 美方希望通过会谈更好的管控两国竞争 白宫一位资深国安官员表示 两位领导人就台湾问题进行大量讨论 拜登指出 北京的做法不利于台海和平与稳定 拜登还敦促中方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希望贸易会谈取得进展 彭博社周二报道 这次会谈正如白宫官员预期的那样 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突破 大陆民众也关心这次会谈 不管是面对面的或者是视频的会晤 都是给大家传递这个信息说 又开始好好交流了 大家就又要这个通商往来 又要好好的进行了 如果能会面的话 当然是一个好的信号 就是沟通比不沟通肯定要好 但是就是视频会面到底能够多大程度上 就是真正的起到效果 还有待再看吧 有智库认为 中共刚结束六中全会 习近平准备明年寻求连任 而拜登也将迎来中期选举 因此双方都寻求缓解美中紧张局势 还有学者分析 由于疫情两国面临的严重经济形势 也使得双方寻求缓和 新唐人记者毕欣慈、姜迪亚综合报道